鏡頭來到歐洲 英格蘭有一隻山羊 每個星期都會將新鮮雞蛋送到村民家門口 四年來如一日 他也在地方上小有名氣 不過兩年前他受了傷即將退休 村裡的居民都很捨不得 每到星期五 住在英格蘭牛津駿這處村莊的蘇老師 都會牽著他名叫亞倫的山羊 為村裡的人家送上新鮮的雞蛋 四年下來幾乎所有村民都對亞倫耳熟能詳 蘇老師本來養羊是為了生產羊奶和乳酪 公山羊則送去屠宰做成養肉 但亞倫出生後 他決定把他留下 不過留在農場就得幹活 他為他量身訂製載物價 就這樣每到星期五 星期五 亞倫出生後 他決定把他留下 亞倫出生後 亞倫出生後 亞倫就載著兩袋雞蛋 走上兩英里的路 到處送貨 堪稱村裡 最受歡迎的快遞員 不過五歲的亞倫 兩年前被馬屁攻擊受了傷 蘇老師打算讓他提早退休 有其他小山羊接棒 同樣讓民眾驚豔的 還有伊比利半島上特有 學命為設立的大山貓 西班牙南部最近也放了五隻 這種長耳上多了一截黑毛 動作敏捷的動物 當地的大山貓 因為盜獵 陸殺以及七地被侵占 在2002年並立滅絕 經過有關當局的積極富裕 2020年底 大山貓數量突破了1000隻 目前受威脅程度 已經從極度兵維 下調至兵維等級 公視新聞的惠民編譯